为行销热带农业博览会及推广 平东农村社区的好食材 平东县政府邀请平东南州媳妇艺人绍婷 与县长潘梦安在热博瓜果绿廊内 利用平东农村在地生产的优质浓郁产品入菜 包括芳疗龙胆石斑 新鲜蔬菜 黑豆浆 酒肉贵妃鸡蛋等 逐一道健康美味的龙胆石斑海派豆乳锅 这个就是龙胆石斑了吗 对不对啊 它叫石斑 等等我应该打电话给我婆婆的 这个才叫 婆婆啊 你还叫你婆婆 这个才叫龙胆石斑 龙胆石斑 百公斤大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石斑 在等待烹煮时间 潘梦安向少廷及游客 介绍平东各乡镇社区生产的 农鱼木产品及美食 强调都是MIP 热博园区内还有贩售 有生产履地的新鲜食材 让消费者买得安心 赵亭来帮我们推荐 屏东的农村再生社区的一些好物 那让大家看看我们屏东 在很多的农村 渔村 潜在的一些 这个生命力及创造力 再加入了整个商业导入的设计力 让它的产品不但物美价廉 可以说能 而且能够在所有的竞争市场 而且最重要都有溯源 能够追踪 在我们电商在网路上贩售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要溯源 对 因为大家在网路上买东西 卖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 滑鼠点一点手机滑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买到真的是品质有保证 然后重点是源头你也清楚 它所有中间用的食材的来源等等的 都记载的非常的详细 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保证 这天的活动还邀请中华职棒各队的吉祥物人偶 快闪入瓜果绿狼 这下长长的南瓜当球棒 圆圆的果当棒球 体验屏东热博特有的才果乐活动 欢迎出墙棒 县府周周办活动宣传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 吸引游客入园参观 不过今年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采石联制入场 为感谢民众配合 县府自2月22日至3月1日热博闭幕 将每天抽出实名幸运的民众 可获得热博限定 价值超过千元的限量农产福袋 欢迎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到热博走春 屏东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